丰田还有王炸吗 最近某怀的前董事长发表了一个惊人的言论 他不仅说比亚迪无法超越丰田 而且还说丰田手里还有几十张牌和王炸 这还没完 他最后还暗讽刺了一把国内汽车品牌说 丰田更加审时度势 知道什么售出王炸 而不像某些公司一样 胡乱对新的技术 事实上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吗 当然不是了 看过视频的小伴都知道 就算是丰田自己 都不敢说比中国汽车强 丰田最大的王牌就两个 一个是轻能汽车 还有一个是固态电池 轻能就不用说了 这个早就被证明自己压错路线了 2020年时 丰田就被股东逼迫 将重心大部分放在了电动车上 轻能就是丰田最后的倔强了 但是要推广轻能汽车 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 那就是个笑话 但是想要中美参与 你问问特斯拉 比亚迪等等企业 大不大意 未来就算轻能可以推广 那也是中美掌握了主动权的情况下才行啊 这就是小国的无奈 你说轻能是丰田的王炸吗 如果是 那么这个王炸的伎俩 顶多和咱们过年的烟花大小了吧 固态电池同样如此 这个我早就做过科普 2023年的时候 日本记者就问过丰田社长 固态电池能让丰田反朝中国电动车吗 结果丰田社长压根不理会记者 直接说固态电池很好 但是软件电池管理啥的更加重要 你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人家丰田都成人落后了 自己没啥王牌了 偏偏中国还会堆人在那吹丰田 如果丰田真有那么多王炸和底牌 他们用得着和中国车企合作吗 三电和比亚迪合作 电池和尼德时代合作 智能驾驶和花卫合作 要知道 一个电动车最关键的就是 这几个核心技术 也是这几个最挣钱的零部件 你什么都用别人的 还要说丰田底牌都舍不得用 你真当人家丰田啥吗 说白了 不是丰田厉害还有底牌 而是这些吹丰田的人 他们想要塑造一个很厉害 无法打败的丰田 因为只有一个无法打败的丰田 才能证明他们不是失败者 这类人还不少 比如坚决不研发核心科技的谋想 坚决不给华为灵魂的猛气 以及某怀牵头是掌 说白了 他们就是时代的失败者 以前中国科技落后 有人埋头突破封锁 有人却被吓坏了 不敢突破 躺在椅子上吃时代的红利 结果那些躺着吃红利的人 被外企吊着打 如今中国科技崛起 带头赶超外企的人 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而那些躺着吃时代红利的人 却被时代本身给抛弃了 你说他们能甘心吗 当然不能了 因此他们需要给自己 不努力找一个借口 而这个借口 就是将敌人描述得很强大 只有他们很强大 才能证明 自己的失败是有原因的 因此不是丰田很强 而是他们被吓破了胆 这些人早就被淘汰了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里 需要的是敢于在桥头堡乘风破浪 带领我们前进的弄潮儿 而不是武胆五星 躲在后面搭电车的主力者